紐約市在2019年上半年的犯罪率 較去年同期相比 整體下降了5.4% 謀殺案減少了21起 搶劫案減少了7% 而在今年上半年的兇殺案下降了13.5% 是有記錄以來最低 但在石坦頓島 兇殺案的數量則是增加了50% 從4起升至6起 不過當地的搶劫案減少了14起 下降35% 而整個紐約市則是總共減少18起 下降2% 另外 紐約市的搶劫案仍然很高 今年上半年發生了24起槍擊事件 較去年同期相比 增加了7% 新台人記者宇婷 紐約報導